我必須講真的 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是宗教 你對他感的那個 是就是一個陌生的朋友 還是有恨嗎 有怨嗎 還是有就情嗎 我覺得 也恭喜他 我沒有讓他困住太久 那你回顧這一段啊 其實真正出的狀況 是因為宗教 還是因為你年紀的差距 還是因為相識的不夠深 我跟你講我真的要重生 我們沒有差13歲 我們也沒有差14歲 我們就是差11歲 你說年紀嗎 當然多少會有一點點 但我覺得 如果依年紀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不至於到 會到這樣子的地步 當然不會啊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care 就是收入或工作的人 我覺得只要男生他可能 願意去工作 不管怎麼樣 就是 他能養活自己 我覺得就很OK的 這段婚禮裡面 是都是你在賺錢的嗎 也 當然也不能說全部是我 當然他 他就像他說的嘛 他也有 可是你會不會因為他賺來少 講話就會比較 我其實不會 我從來不會去 針對他的 錢的這一塊跟他衝突 確實他沒有辦法 幫助我太多 我當然背的責任很大嘛 就是什麼 房貸啊 車貸啊 保險啊 各方面 對他而言 我覺得他講的也沒錯 他說 因為畢竟不是寫我的名字啊 那是你自己買的啊 為什麼我要幫你承擔 那我覺得 確實 那你不會抱怨嗎 我覺得這裡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必須講真的 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是宗教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 都還OK 但到後來的時候 當我發現 誒 發生事情的時候 例如我們 我們受傷的是找醫師 但他可能找的 誒 怎麼又是 勿司 那我就會覺得 嗯 是好像變質的 我覺得有點偏執 但我沒有說 他的對或錯 好或不好 但我 我會覺得 好像是不是有點 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是從哪個時候 變成色藥 其實我也有想到的 你覺得他感的那個 是就是一個陌生的朋友 還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那個感 有份嗎 有怨嗎 還是有 就有情嗎 可能一開始 當然難免會 因為 就是前面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會 嗯 一直出來 受訪啊 幹嘛什麼這些啊 我會覺得說 怎麼證明就是 兩個人的事情 那 但現在我就會覺得 反正事情都過了 我也覺得他有他的重要性 就是 嗯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但對我而言 我會很希望說 在未來我們還是可以成為 友善家長 那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 嗯 想要做就可以了 也是希望他能夠配合 所以你理想的狀態 就是像美國那種 離完婚的 可以互相探視 可以幫你當朋友 那種 對 我是希望可以這樣啦 但 目前他那裡 可能還需要時間吧 你有什麼話要對他講 其實我真的有傳訊息給他 他昨天都一直都沒讀 到現在 我拿出來他 我剛剛 他剛剛已讀了 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態 可能是 終於放鬆了 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 他現在好像就是 就可以到處跟朋友去玩 然後去享受他的人生啊 也恭喜他 可沒有 讓他困住太久 還可以讓他在 該可以去玩樂的階段 讓他跟他的同儕朋友去 好好的玩樂 當然我也希望他可以快樂啦 那我也希望他可以 放下仇恨 我們的分開其實也不來自於仇恨 我希望他可能 可以有 可以有 多一點自己的判斷 不對任何事情 不要太過於 沉迷或自責 那你現在 經過這件事情 未來對婚姻的感受嗎 其實我 我反而現在就會覺得說 嗯 如果 如果真的可以遇到一個 我們可以是 很好的伴 但不見得要有 婚姻的束縛 因為 我發現有 有 婚姻的束縛 之後 要 結束其實也蠻麻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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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